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我慕然地看着眼前一副理所当然的女儿,顿感陌生。 曾经我引以为傲的小棉袄,懂事乖巧,读书认真。 她会担心我工作辛苦,大学期间主动找兼职赚生活费。 她说要好好读书,毕业之后给我买车买房。 可这才刚刚毕业,试快试力就已经推翻了她多年的信念。 像当初,她爸为了小三要和我离婚,嫌弃我生的是女儿,不愿分我夫妻共同财产。 还威胁我如果不带走女儿,在我走后,一定会把女儿卖到大山。 婆婆有意无意地当着我的面折磨她,用尽办法逼迫我净身出户,独自抚养女儿。 我咬着牙,分文不带,只把她带走。 离婚后,白天忙工作,晚上做兼职。 小小年纪的女儿,把我的辛苦看在眼里。 她心里早已明白自己是个被爸爸抛弃的人,所以更加珍惜和爱我。 这次,她说要办谢时宴。 我早早订好酒店,精心打扮。 可出发前,女儿却支支吾吾说,长辈不出席。 我虽失望,却也没强求。 要不是宴会开始前,我意外发现女儿置词没带,赶忙送过去,也不会看到这一幕。 我那个当年抛弃妻女的前夫和小三。 一左一右坐在宴席主位上。 女儿一边轻轻热热地喊着爸爸、阿姨,一边话语里却充满了对我的嫌弃。 我成了她口中的老土农村妇女。 成了那个上部的台面,会让她觉得丢脸的吗? 心寒瞬间从脚底板蔓延到全身。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转身离开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家的。 待坐沙发两久,只等到半夜,女儿才一脸红润,哼着小曲回了家。 看到我时,她明显愣了一下。 没等她开口,我先挑明。 下午,我给你送东西,去了一趟酒店。 女儿脸上表情瞬间凝滞,没有让她多猜,我点点头,我看到了,也听到了,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沉默片刻,她却对我真正想听得避而不答,转而那那道。 那是我爸,血缘关系变不了,你也不能控制我一辈子不认她吧? 这理由似乎给了她勇气,脸上的心虚瞬间变为理直气壮。 我就是想让我爸想想天伦,我这也没错吧? 您要是过去,那得多尴尬。 对了,谢施燕为款,我用信用卡刷的,你记得转给我现金。 凝视良久,我在她脸上看到心虚,看到凉薄。 看到了虚张声势,却独独没有看到愧疚。 一颗心沉入谷底,我冷笑一声,要钱,找你爸要吧。 她脸上一致,随即露出讥讽,我这才刚毕业,你就急着把我甩给我爸了是吗? 我爸刚刚是想要付款的,是我阻止了他,毕竟这是你的责任。 您从小就教我,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谢施燕是您要办的,当然应该您付款啊。 明明是她自己说,同学们都办了谢施燕,她不能被老师和同学看不起,好说歹说让我先垫付,说等工作之后就还给我,怎么现在就成了我要办了。 我沉下脸问道,你确定是我要办的吗? 她耿着脖子回答,时间地点和邀请的嘉宾都是您定的,不是您要办,还有谁? 人在生气的时候是真的会笑出来,这颠倒黑白的能力,倒是和他爸如出一辙。 啊,你刚说得对,血缘关系变不了。 你那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能力,果然完整地遗传了你爸。 女儿一脸不屑地翻了个白眼,我爸说得没错,就是因为你说话刻薄不留情面,他才不想和你生活。 我气急返笑,哈哈哈哈,梁思南。 我和你爸离婚那年,你十岁,不是十个月。 你爸对我们做过什么,我不信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现在一口一个你爸说得对,你对得起我这些年对你的付出吗? 女儿表情一宁,似是回忆到了以往,可很快,她又耿着脖子倒。 阿姨说了,你们上一辈的事不该由我来承担,我爸始终是我爸。 我知道你疼我爱我,为我付出很多,但这不代表我爸不爱我。 不得不说,那个小三周秀梅是个会洗脑的,轻易就把这样的想法,直跟在了梁思南的脑子里。 行,这样想挺好的,以后多想想你爸,我就不当坏人阻止你们妇女情深了。 气急得我起身要走,不满我的阴阳怪气,梁思南也气冲冲地回了卧室。 坐在床上,我胸腔猛烈地起伏,任凭如何呼气都吐不尽心头的恶气。 拿起手机,我给4S店的销售经理小黄打去了电话,明确告知我要退车。 小黄不想失去我这单生意,好说歹说,还威胁定金不退。 我冷静地说道,小黄,你要搞清楚,我当时付的是定金,不是定金,你们没有权利不退。 对,我这个该去跳广场舞的大妈有的是时间,不退的话。 我就到处去投诉,去维权,去闹,到时候看我们谁比较麻烦。 我一个单亲妈妈要养活女儿,这么些年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多了。 我不惹事,也不怕事。 小黄见我态度强硬,拗不过只好答应退款。 把车处理好,我便联系了房产经纪小吴。 小吴,我那套房子,麻烦你帮我挂牌卖了吧。 刘姐,是不是你那套学区房啊? 对,趁着现在楼市回暖,麻烦你按照市场家挂牌,尽快帮我卖了吧。 穷怕了的我深知房产的重要性,这些年我省吃俭用,买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和一套学区房。 本想着南南毕业后,自住或是投资都是一份保诈。 没想到,今天我可以果断地决定卖掉。 像我那套从未入住的学区房,教育资源好,地段好,买入这么久,一直都不缺中介和买家惦记。 我相信很快就能卖掉收钱。 既然梁思南这么嫌弃我,那我也不必再舔着脸为他付出,早已成年的他也应该独立生活了。 妈,晚饭我们吃什么呀? 梁思南在客厅若无其事地喊我,他以为我们像从前一样,吵架了对方给个台阶就下。 大家默契地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因为我说过,两母女之间没有隔夜愁。 见我不回应,她讨好地敲响了我的门,在门外轻声地喊道, 妈,要不今晚我们出去吃? 我请客。 我不饿,你自己吃吧。 妈,别生气了,你如果不想出去,那我点外卖吧。 我没有再回答她,她以为我默认她的提议,自作主张点,好了外卖等我出去。 妈,外卖到了,趁热吃吧。 我说了我不饿,你自己吃吧。 梁思南猛地打开我的房门,冲我喊道, 妈,你闹够了没有? 我都已经主动求和了,你还要我怎样,给你跪下道歉吗? 我忙着收拾东西,挑了她一眼后继续手上的动作。 你要跪我也受得起,不是你求和我就要接受的, 何况到目前为止,你一句道歉都没有,这算什么求和? 梁思南恶狠突狠地冲我喊道,爱吃吃,不吃拉倒。 碰了一下,把我的房门关上,那力度震得我叠好的衣服都倒了。 早上起来,饭桌上的外卖都没收拾, 梁思南吃了一半,剩一半原封不动地放在饭桌。 我若无其事地路过,提着我的行李走出了家门, 一辈子苦哈哈地存钱。 旅游没去过,酒店没住过,新衣服都没买几件。 提着行李第一件事就是抱了一个豪华旅行团, 去一趟首都北京。 在我满心兴奋地登机时,梁思南给我打来了电话。 妈,您之前说找了人给我介绍的工作, 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呢?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工作没了? 电话那头大吼一声,什么? 什么叫那工作没了? 我挪开手机,不耐烦地说道, 没了就是没了, 读那么多书,听不懂中文呢。 懒得听她无理取闹, 我果断挂断电话, 赶紧给我朋友打电话。 秦姐,不好意思, 我闺女自己找了工作, 说是要自己锻炼锻炼, 就不去麻烦您了。 秦姐也是个爽快人, 不深究, 连声说道, 没关系,孩子自己有能力更好。 寒暄了几句, 答应她等我从北京回来, 就给她带礼物, 顺道约她吃饭。 果断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踏上了我离婚后的第一段旅程。 旅行团的导游风趣幽默, 抱了个豪华团, 全程无购物, 照顾周到, 我只顾着拿手机拍照, 连飞行模式都忘记关掉。 直到导游要拉群通知明天行程时, 我才发现, 怎么一天下来这么清静。 调回正常模式, 手机消息就响个不停。 梁思南连环消息指责我出尔反尔, 什么叫没了? 要不是你说帮我找工作, 我哪会放弃校招回来等你安排? 现在你一句轻飘飘的没了, 害我错失了多少机会, 你知道吗? 我不管, 你赶紧给我重新找一份工作, 要比之前的福利待遇更好, 不然我没法跟同学们说。 看到他连缓指责, 只回了一句话, 找你爸要去。 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年, 既然他说他爸爱他, 那就换他爸付出一下。 见我回复, 他迅速给我打来电话, 接听那瞬间, 我差点以为我听错了。 妈,您到哪儿去了? 我回家都找不到您。 这家子音我平常都听不到几次, 吓得我手机都差点拿不住。 我最近都不在家, 有事自己解决, 你也可以选择找你爸。 哎呀, 找什么爸爸呀? 我有你就够了, 你赶紧回家吧, 我们还要去提车呢。 什么车? 就是您给我买的毕业礼物呀, 那天我们都去下定了, 销售经理不是说 一周左右就可以提车了吗? 我洋装恍然大悟, 哦, 我以为你爸会送你, 就退了。 我这拿不出手的家庭妇女, 哪送的吐起汽车 这么名贵的东西? 对面传来一阵重重的吸气声, 明显感觉她在压抑着怒火, 妈, 你真的要对我这么狠心? 我轻笑一声, 我也是不忍心你用我的东西出去会被人笑话, 我才忍痛退出的。 电话那头威胁道, 你也有老的一天, 到时别怪我无情。 呵, 从我决定做这一切, 就没指望让她给我养老。 老话说得好, 亲生子不如晋身钱。 既然我的付出她不当回事, 那我也只好及时止损。 放心吧, 祖国富强社会安定, 不愁没人给我养老。 听到我满不在乎的回答, 她啪的一下就把电话挂断。 这一潮, 换来了几天安静的旅程, 让我好好地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 要不是房子找到了买家要签合同, 我还想直接在北京参加其他的团继续玩。 对方爽快, 手续很快就办完。 看到银行账户上的余额, 心里的难过被抚平了许多。 没想到我这家庭妇女还能靠投资房地产大赚一笔。 拿着钱, 我得好好规划规划才行。 约上秦姐吃饭, 饭后让她带着我好好打扮保养, 她惊讶地瞪圆了眼。 秀娟, 你转性子了, 平时让你多花一分钱都不愿意, 今天怎么主动要去购物? 是啊, 我想通了, 人生匆匆几十年, 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 不然到头来付出一切, 还要被人嫌弃, 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在别人手中, 真是一件危险的事。 幸亏我当时想着女儿以后工作, 靠着公积金买手套房利率更低, 所以没有把房子写在她名下, 不然今天的买卖就没那么顺利了。 秦姐一听, 高兴地一拍大腿, 早这么想就对了, 走, 姐带你去好好做做护理。 看着她爽朗的笑容, 很难想象几年前她那副哀怨自残的模样。 她常说, 要不是由我这个多管闲事的终点宫照顾开导她, 她早就因为夫离子散, 抑郁自杀了。 哪里还有今天的好心态, 好生活? 有钱人的生活原来真的容易让人沉迷, 一顿美容护理坐下来, 身心放松。 秦姐兴致勃勃地拉着我满商场逛, 帮我搭配造型, 一天下来, 简直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提着大包小包回到久违的家, 我准备联系搬家公司, 把我的大剑行李搬走。 梁思南当时一怒之下说要搬走, 我还以为搬走前都不会再见。 没想到我正打包行李呢, 他跑了回来, 还带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正提着礼物对我满脸笑意。 妈, 我带了男朋友回来给您看看。 我以前就说过, 只要我交了男朋友, 一定第一时间带回来给您看看。 我好奇地回头, 一个长相斯文, 穿着整齐大方的男人, 谦逊地站在梁思南身后, 恭敬地朝我打招呼, 阿姨好, 我叫苏宇胜。 我在外人面前, 不好无缘无故发火, 冷淡地应了声, 继续收拾我的东西。 梁思南见状焦急问道, 妈,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我情绪毫无波澜地应导, 我搬出去。 梁思南一听, 扑通一下跪在我的脚边, 声泪俱下, 妈, 你别不要我, 我知道错了。 我吓得后退了一步, 愣了愣神, 看着跪在地上的她。 苏宇胜健壮, 心疼地摸了摸她的头, 毫不犹豫在我面前跪下。 我又吓得连连后退了几步, 眼前这状况不是半喜事, 就是半白事, 反正对我来说都不是好事。 阿姨, 我知道楠楠这次是过分了, 她也和我说过, 不该把好脾气给外人, 把坏脾气留给最亲的人, 伤了您的心。 她这几天找不到您, 担心得茶饭不思。 毁得肠子都清了, 她说以后都会听您的话, 我也会跟着她一起笑顺您, 您就原谅她一次吧。 我看着一脸诚恳的两人, 内心没有感动, 只觉得一块石头堵到了喉咙, 土也土不出, 燕也燕不下。 我最终没走, 反正还没有创业的计划, 我姑且留下来, 看看他们这个戏班子打算演什么戏。 我把收拾好的行李随便放到一边, 梁思南和苏宇胜就殷勤地要给我做顿饭, 兴致勃勃地出去买菜, 看着他们俩在厨房一起做饭, 嬉笑打闹。 若是在谢师燕之前, 看到这画面我肯定是内心欣慰又放心的, 还会着手替梁思南准备嫁妆, 可现在我对他的行为每一步都只有探究和旁观。 妈, 吃饭了, 我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红烧鱼块, 来, 这鱼尾又大又香, 给您。 我看着梁思南殷勤地给我夹了一块鱼尾, 放在碗里, 渐渐看得出神。 从小我就被呵护着长大, 吃鱼都只吃鱼腩。 自从我当妈之后, 就再也没吃过鱼腩, 只吃鱼头鱼尾。 我拿起筷子, 把鱼尾夹回去, 再夹了一块鱼腩, 塞到嘴里。 满嘴都是肉的口感真是不错。 大条的鱼刺涂两下就干净了, 没想到我想吃一块鱼腩, 竟用了二十年。 梁思南眼看专属于他的鱼腩, 被我吃了个精光, 忍不住搭了着脸问, 妈, 你不是最喜欢吃鱼尾的吗? 抢我的鱼腩, 吃做什么? 我吃鱼尾, 只是因为以前我愿意把鱼腩让给你吃而已, 不是因为我喜欢吃。 扫了一眼桌上的菜, 我蹭得推开椅子起身, 没一个我爱吃的, 你们吃吧。 说着, 我拿起玄关的包, 穿上鞋,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关门那一刻, 我听见梁思南哭着对苏宇胜撒娇, 我已经很努力了, 为什么妈妈还要这样对我? 我心里冷笑, 连自己妈爱吃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是有多努力。 走到小区门外, 我打电话约秦姐一起吃饭, 想好好吃一顿麻辣火锅姐姐馋。 吃什么麻辣火锅, 过来我公司, 我给你吃好吃的, 公司能有什么好吃的? 我将信将疑地打车来到她公司, 一进门果然闻到一股香味。 秦姐, 我来了, 你在哪? 秦姐从一个敞亮的办公室门口探出头来, 看到我小声地招呼道, 秀娟, 过来, 上链接。 一进门就被这声吆喝吓了一跳, 拍拍胸脯走到秦姐旁边低声问道, 他们在直播, 是啊, 我最近对这感兴趣, 就投资玩玩呗。 你有口福了, 今天我们是美食主题, 这火锅底料卖得可好了。 这一阵麻辣鲜香, 引得我不断分泌口水, 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秦姐见状, 让他们赶紧给我上一桌, 我就这么一边吃, 一边看着他们情绪高亢的直播卖货。 秦姐, 您这儿还缺人不? 怎么? 你有兴趣? 我目光期待地点头, 秦姐笑道, 那就留在这当我的助理呗, 我也不懂, 咱们一起学。 有了工作寄托, 我的生活开始忙碌起来, 可每每回家都能看到苏宇盛的身影, 看着他为了这个家忙前忙后。 大到修个水管, 小到换个灯泡, 他都要拍照记录。 有一次我还看到他拿着手机在家里一通乱拍, 全屋的情况都被他拍了下来。 我不解地问道, 你这是在干什么? 他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结结巴巴地给了我一个敷衍的理由。 没什么, 我看看家里还有什么需要修缮的。 这么些年, 家里也没个男人, 现在我来了, 我肯定要尽好男人的责任。 我冷漠道。 过滤了, 我们家一直都过得挺好的。 他一脸尴尬地闭上了嘴。 梁思南从卧室出来, 高兴地朝我喊道, 妈, 我找到工作了, 今天第一天上班, 咱们出去吃饭庆祝一下。 反正今晚不用直播, 我也正好多观察他。 苏宇胜是个会照顾人的, 一顿饭下来又是家菜又是倒水, 殷勤得很。 可到结账时, 他就坐在位置上, 一动不动。 梁思南瞟了我一眼, 撇了撇嘴唇, 自己起身去买单。 看着苏宇胜习以为常的模样, 看来我这个好女儿, 为了他花费了不少。 他毕业时, 我担心他还没有收入, 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 就给他转了两万备用。 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了。 直播带货这行业已经十分红火, 要突出重围就要比别人更努力, 更有创意。 我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型, 常在公司加班, 梁思南上班后, 我们见面就更少了。 这天休息, 我在家放肆地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 迷迷糊糊醒来, 听到梁思南2和苏宇胜争执的声音。 你不是答应我借赌了吗? 怎么又有人追债, 追到我公司啊? 我们领导说只给我一次机会, 再有下次, 让我自己走人。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苏宇胜歉就道, 宝贝, 我错了, 这都是我之前欠下的赌债, 我还没还清而已。 我发誓以后不赌, 就真的没赌了。 梁思南气急, 你给我说实话, 你究竟欠了多少钱? 我竖起耳朵听, 外面沉默了片刻后, 他低声回答, 五十万。 什么? 五十万? 我上哪给你找五十万啊? 宝贝, 这段时间我们演戏给你妈看,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可以提一下我们的婚事了。 到时我找叔叔多借点彩礼, 然后让你妈按习俗给你准备双倍的嫁妆, 那债务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叔叔, 哪个叔叔? 借彩礼, 要我给双倍嫁妆, 他们还真敢想。 我妈最近对我还是很冷淡, 你觉得她会给我准备嫁妆吗? 宝贝, 你这就不懂了, 你妈就你一个孩子, 她不为你为谁呀? 难不成几十岁还要找第二春吗? 梁思南默不作声, 在她心底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我攥紧拳头, 气得浑身发抖, 难道血脉基因真的是教育无法改变的吗? 走吧, 趁热打铁, 我们赶紧去找叔叔和梅姨商量一下对策。 梅姨, 难道真要巧? 他们口中的叔叔梅姨是梁维国和周秀梅。 听到外面没了动静, 我偷摸地打开一条门缝, 仔细听了听, 壮着胆子试探地打开门, 果然已经走了。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 我直接打车到梁维国住的小区, 站在小区门口等了好一会儿, 直到看到他们身影, 这才终于验证了我的想法。 我拿出了手机, 给我们公司的运营打了个电话, 然后若无其事地在他们后面回家, 一桌丰盛的玉制菜冒着热气摆在了饭桌上。 妈, 您回来了, 从前都是您做好热腾腾饭菜, 等着我放学, 现在我长大了, 可以好好孝顺您, 还带着与圣一起孝顺您。 我扯了扯嘴角, 敷衍地硬了句。 他健壮, 随即甜甜地说了句, 妈, 我有件事要和您说, 我和与圣想要结婚了。 这句话一出, 我只觉心里对他最后的疼惜都彻底断了。 这是你的人生大事, 你自己决定就好。 妈, 您是我最重要的人, 这样的大事肯定是要您同意才行啊。 我饶有兴致地反问, 哦, 那我要是不同意, 你是不是马上和他分手。 梁思南脸色一致, 忍住不发作, 耐着性子哄到。 妈, 您什么时候这么爱开玩笑的呀? 苏与圣也加入劝说队伍,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带楠楠, 好好孝顺您。 这些年, 您一个人养育楠楠辛苦了, 以后这个家由我来守护, 我来照顾, 求您同意我们的婚事吧。 这男人的演技真不是一般的好, 那眼里的泪光差点就把我感动了。 行, 你们决定要结婚, 我没意见。 两人相视一笑, 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笑中有泪地对我道谢。 我起身回到卧室, 拿出几本证件, 先是把梁思南的户口本递到他手上。 南南, 你长大了, 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妈妈老了, 帮不了你什么。 这是家里的存折。 我顿了顿, 苏宇盛眼睛发亮地看着我递到梁思南手中的存折。 里面就剩几千块, 水电费也是从这里划扣的, 你以后记得定期往里存钱。 什么? 几千块? 梁思南惊呼, 家里就剩这么点钱了吗? 我耸了耸肩, 我就一个家庭妇女, 能赚什么钱, 这些年能把你养这么大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厉害了。 那我结婚的嫁妆怎么办? 结婚是你两个人的事, 你问我怎么办? 妈, 不是你同意我们结婚的吗? 我痴笑道, 我是说没意见, 要结婚的是你又不是我, 我一个见识浅薄的妇女, 能有什么意见? 梁思瑶气地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你当妈的, 女儿结婚就应该给我准备嫁妆。 什么叫应该? 没有钱, 也应该去偷去借给你准备是吗? 苏宇盛见我们吵得不可开交, 连忙开口打圆场。 南南, 别这么对你妈说话, 阿姨肯定是在开玩笑, 试探我的真心。 阿姨, 您放心, 彩礼我一定按当地最高的规格准备, 不会让南南和您没面子。 我绩笑应道, 面子。 我要是在意面子这东西, 我们母女俩早饿死了。 我老实和你们说吧, 我没钱, 说什么嫁妆酒席, 我无能为力。 你撒谎。 你撒谎。 我爸说, 除了这里, 你还有一套学区房, 不然我怎么能读第一中学? 一句话如雷鸡, 梁思南终于忍不住自爆想法。 货,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那房子我卖了, 卖了就是有钱啊。 你把钱拿出来, 酒席和嫁妆就都有了, 现在学区房的行情回暖, 肯定卖了个好价钱。 钱我花了。 他瞪圆了眼, 歇斯底里道, 你一个老女人花那么多钱做什么? 那些钱是我的。 被他的语气笑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的钱什么时候变成你的钱了? 那些都是你的遗产, 你给我一个女儿, 将来都是留给我的, 你凭什么现在花了? 梁思南, 我还没死呢? 你不用这么快就惦记我的遗产。 我呕心沥血养大的女儿, 在她眼里, 我只是一张银行卡, 替她存着她遗产的银行卡。 阿姨, 我也忍不住要说说你了, 人人都说母爱是伟大的, 为了孩子无私奉献, 可您这做法怎么这么自私呢? 我斜眼横了她一眼, 懒得和她掰扯, 闭嘴吧, 你这二婚家暴男, 欠了一屁股债, 想用结婚来骗我的钱, 哪来的脸, 教我无私奉献? 被我戳破牢底的她, 一张脸瞬间仗成了猪肝色。 恼羞成怒耿着脖子冲我喊道, 没证据的话, 你别乱说,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拿起手机, 把我们运营小哥查到的事一键转发, 示意梁思南拿起手机看。 她不情不愿地打开微信, 看到我给她发的证据后, 瞳孔瞬间放大, 猛地转头看向苏宇盛。 男男, 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是你妈为了阻止我们结婚编出来的。 我冷笑一声, 把她刚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没证据的话, 你别乱说, 小心我告你诽谤。 你这么大人了, 自己没点判断力的吗? 要是不信就自己查, 这东西本来就不是秘密。 梁思南悲痛地问道, 我要你和我说实话。 宝贝, 你听我解释。 懒得听渣男狡辩, 我转身回屋收拾东西。 对着梁思南留下一句, 好自为之, 提着行李就离开了这个家。 搬进提前租好的房子, 我轻轻静静地给自己做了一顿爱吃的饭菜。 睡醒后, 全力投入工作, 梁思南的人生我再也不想掺和。 日子有序且有盼头地过着, 中介小吴突然打来的电话, 打破了我的平静。 刘姐, 怎么您的房子挂牌出售都没有联系我呀? 而且还挂在那种平台。 我一脸茫然地问, 什么房子? 什么平台? 小吴赶紧把链接发到我的手机, 里面出售的房子确实是我家。 没有房产证, 怎么挂上网卖呀? 刘姐, 有些不太正规的平台和中介 不会事前做产掉, 先卖了再说, 到十分分钟引起买家和产权人的纠纷。 那我有什么办法阻止? 按照小吴的方法, 我找了个三大五粗的租客, 超低价签了一年期的租房合同。 从那天起, 再也没有中介敢带客户上门看房。 听说梁思南死赖在家里不走, 一起做钉子户的还有苏宇胜。 我只一句话, 别在我房子里面闹出人命就好。 租客陈国华知道梁思南是我的女儿, 也不好对她怎么样。 他们三人就这么别扭地住在旧家。 梁思南气得直接打电话骂我, 听到他说的第一句, 我就果断把电话挂掉, 拉黑。 从此, 我只在和租客的联系中了解她的生活。 而我直播间的销量, 却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节节攀升。 年底的团年饭, 秦姐拿出了十分的诚意, 犒劳一众员工。 大家高兴地庆祝着丰收的成果, 活跃融洽的气氛被拍进了主播的日常账号。 连我这个家庭妇女都有幸出现在百万博主的账号当中。 但人怕出明珠怕撞这个道理真的没错。 我本来只想做个幕后的小股东赚点钱, 但这一曝光, 让梁思瑶直接找上了门。 妈, 我求您救救我, 救救您的外孙吧。 他双手放在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两行眼泪鼻涕地跪在我公司门外。 妈, 我知道错了, 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就是您, 苏宇胜那个渣男骗得我好苦啊。 你掀起来, 有话慢慢说, 公司的同事想要把他扶起来, 他却挣扎着不肯。 不, 您就让我跪着把话说完吧。 当初您和我说苏宇胜的事, 是我执迷不悟, 继续被他迷惑, 现在孩子都有了, 我才发现他的真面目, 好吃懒做, 天天在家打我。 说把他拉起衣袖给我看, 我醋没摸上那些伤痕, 他吓得猛然缩回了手。 我沉声问道, 你想我怎么帮你, 找人解决了他。 梁思南惊恐地哆嗦了一下, 怯怯懦地说, 不, 不用, 他答应和我和平分手。 只要, 只要我给他钱, 他就会离开。 我心底冷笑, 问道, 他要多少? 他说要一百万。 一百万? 他们真当我是富婆呀。 就算我是, 我也不可能花一百万 买一双白眼狼回家呀。 楠楠,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我上哪给你拿一百万呢? 妈, 我知道你不是打工的, 你别骗我了, 这个博主说你们是他的老板。 或, 果然是有备而来。 这种都是宣传效果, 我哪有本事当他的老板。 见我无动于衷, 死活不松口, 梁思南再次软硬兼施, 妈, 苏宇胜说过, 今晚拿不到钱回去, 就要打死我, 我求求您救救我们吧。 我一咬牙, 朝身边的两个同事使了眼色, 三人一起上前, 把他扶了起来, 这简直无法无天, 欺人太甚, 我们报警。 一听到我要报警, 梁思南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别, 别报警, 不能报警。 为什么? 他结结巴巴地说, 他, 他还什么都没做, 报警也奈何不了他呀。 我怒气攻心, 扯过他的手臂, 撸起衣袖低吼道, 都已经把你打成这样了, 还说他什么都没做, 妈立刻带你去验伤。 他惊慌失措, 嘴里一直说不用, 我一咬牙, 手指用力在他的伤痕上一搓, 果然吊晒了。 看到穿帮后, 他连忙缩回了手, 恶狠狠地瞪着我。 刘秀娟, 你究竟肯不肯给我钱? 我对眼前的梁思南彻底失望, 悲痛地闭上了双眼, 冷冰冰地说, 我没钱。 好, 既然你无情, 就别怪我不笑。 他抬手擦了把眼泪, 推开我眼神怨毒, 拔腿就跑。 身边的小女生忍不住叹了口气, 爱, 娟姐, 没想到你的女儿会这样。 我苦笑了一声, 心里硬道,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寒心如苦养大的女儿。 旦夕之间忘记了生父对他的虐待抛弃, 听信渣男的摆布, 骗亲妈的钱。 难不成是我的教育出了问题? 我垂下眼眸, 内心痛苦不已。 到了开播时间, 我的情绪还无比低落, 加入工作室第一次打算请假。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恶评? 小助理思思看到弹幕溢水的恶意评论, 吓得惊呼出声。 原来无情老母霸占家里的财产, 就为了养你这么个小白脸。 主播, 你们公司难不成都是靠老阿姨的资金支撑起来的, 不要买他们的产品, 都是人写馒头。 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彻查这家公司的资金来源, 把好好的一个母亲洗脑成这样, 如此欺压一个孕妇, 简直不能忍。 我看到手机屏幕弹出的一条一条恶评,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吓得我不知所措。 秦杰果断决定关掉直播, 众人坐在一起研究对策。 搞清楚了恶意评论的源头, 我深感抱歉, 实在没想到苏宇盛和梁思南为了可以颠倒黑白。 画面中梁思南哭诉我的无情抛弃, 下午在我们公司前台跪着求我的画面, 也被放进主页。 我和我妈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我还答应她毕业之后好努力赚钱, 好好孝顺她。 谁想到她突然性情大变, 把家里的房子卖掉, 投资这个自媒体公司。 本来我想着妈妈开心, 我自己辛苦点赚钱养家没关系, 但我现在怀孕了, 没能力养家。 我只是想求妈妈把投资的钱拿一点回家, 可她还是无情拒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妈妈早就把我电话拉黑, 他们公司也不许我再去, 我只想找到我妈把她带回家, 我担心她再这么下去, 命都要搭进去了。 思思怒骂了一句国粹, 靠! 把我们这说得像个非法组织一样, 自己才是满嘴谎言。 我愧疚地叹了口气, 起身对大家鞠躬道歉, 各位, 实在是对不起, 我的私事给公司和大家添麻烦了。 主播攀攀一拍桌子, 正气凛然道, 岂有此理, 娟姐, 错的不是你,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白白被人污蔑。 秦姐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神安抚地说道, 没错, 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马上进行反击。 我感动地看着大家分工合作, 开始整理素材要自证, 还原事情的真相, 心里的阴霾消除了一大半, 拿出手机递给思思, 手机里有我雇的租客 给我发的视频和录音, 证明他们一直在策划谋害我。 还有之前林浩帮我查的资料, 全都是苏宇盛的黑历史。 对了, 公司前台的监控视频, 也一定要记得剪出来一下。 经过大家一晚上的努力, 一条名为苦命运妈惨遭背叛的真相的视频, 就做好了。 秦姐让商务总监联系所有有交情的网红博主, 一起帮忙转发这个视频。 一夜之间, 舆论风向调转。 视频引发不少和我年纪相仿的单亲妈妈的共鸣, 都纷纷表示唏嘘, 欣赏我果断冷静的做法。 自己含心如苦养大的女儿, 不念母亲的恩情, 还连同背叛自己的父亲和心怀鬼胎的男友 算计自己的母亲。 看到我们的危机解除, 我紧绷的心才稍微得到舒缓。 还没些口气, 租客陈国华却打来了视频。 接通后, 里面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叫喊, 苏宇胜, 你不是人。 自己捅的娄子还想让我来收拾, 要不是你妈这么冷血, 不顾你和孩子死活, 我们也不至于走投无路。 要怪就怪你妈。 现在网上都在骂你这个不孝女, 还想蹭你妈热度赚钱, 威胁你妈要钱, 做梦吧。 梁思南扯着苏宇胜的裤腿, 哭喊着, 你别走。 你自己的赌债你自己负责, 赶快把我的钱还给我。 苏宇胜用力地挣扎, 要抽出自己的腿, 表情轻蔑地硬道, 什么我的赌债, 我哪来的赌债, 是你自己借的钱,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妈说得没错, 你就是个人渣, 骗我帮你借网贷还赌债, 把我的肚子搞大, 还想不认账。 苏宇胜的表情逐渐不耐烦, 看到纠缠不休的梁思南, 抬起另一只脚, 狠狠地踢在他的肩上。 他吃痛倒在地上, 艰难地爬起身, 想要继续阻止苏宇胜离开。 苏宇胜, 你别想跑,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被威胁的他愤怒地转身, 失控一般对着梁思南 一顿拳打脚踢。 陈国华看不过眼, 放下手机, 冲了过去, 喂,不要打女人。 啊,我的肚子, 我的孩子啊。 一阵混乱的声音中, 梁思南被送到了医院, 陈国华打来电话说 需要家属签字。 秦姐陪着我赶到医院, 医生通知梁思南的胎儿保不住, 大出血可能要切除子宫。 我用颤抖的手签下了字, 只拜托医生尽力救治, 就离开了医院。 后来还是陈国华告诉我, 梁思南的子宫最终还是保不住。 我心里一阵唏嘘, 本来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 周秀梅的朋友圈狠狠地抽了我一巴掌。 时而复得, 妇女情深。 图片上梁维国端着汤碗, 拿着勺子慈爱地喂着梁思南, 她眼含泪光喝下那口汤。 既然她们妇女情深, 我也不需要出来印刷存在感。 梁思南搬回了梁维国家, 我顺利地把旧家卖了, 拿着钱买下了现在住的公寓。 从此, 我彻底恢复了单身, 自由而富足的单身。 有好姐妹情姐带着我享受, 带着我致富, 有闲钱做身材管理, 皮肤管理, 整个人年轻了十岁。 日子过得美滋滋。 几个月后, 我却发现梁维国和周秀梅 一加上了社会新闻。 标题是, 无良夫妇卖女片财礼, 惨遭女儿反抗, 一家三口葬身火海。 我心里一个咯噔, 忙点开新闻。 却原来, 梁维国把梁思南接回去, 为的只是用他来收彩礼钱。 还不止收一次。 谈好的婚事, 等收了彩礼办了久, 南方知道梁思南不能生以后, 都吵着要退货。 梁维国硬刚, 只退货不退钱。 等把梁思南接回来后, 又如法炮制, 再骗一家。 这样骗婚的做法, 最终踢到了硬茶, 那男人把梁思南抱打了一顿退回来, 扬言不退钱, 就把他卖到缅北。 梁思南生怕被卖掉, 又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 在一个深夜点了一把火。 三个人同归于尽, 颤抖着关掉手机,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望向天空, 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 给梁思南办好后事以后, 我们在家里许久, 不止一次地想, 如果, 如果当时我多拉梁思南一把, 或者是当年教育他的时候, 再多用些心, 他是不是就不会学坏, 不会那么自私自利了。 还是秦姐过来, 骂醒了我, 该教的教了, 该给的给了, 该爱的你, 也一点没少爱吧。 长成什么样, 那不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吗? 咋的, 你当了他梁思南的妈, 就不配做刘秀娟了呗。 咋的, 坏人做坏事, 还能怪上你这个啥都没干的了? 别搅情, 赶紧的收拾收拾跟我出门, 直播生意火着呢, 你可别想给我偷懒。 凡事朝前看, 我正愣梁酒, 尝出了一口气, 露出长久以来的第一个笑容。 是啊, 我是刘秀娟, 可不只是梁思南的妈, 往事不可追, 来日光灿烂, 凡事朝前看吧, 优优优独播采接这个委員会 我就会帮 deg曲托图理一下。